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到莫无忌手艺用力将西楼接待客人的柜台排成了碎片之后 柜台的伙计这才醒悟过来 他赶紧将目光从韩清儒的身上移开 连声说道 是 是 是 他慌忙的为莫无忌登记 心中还在震惊于韩清儒的美 天吾城因为天地规则的关系 这里极少出现绝美女子 就算是偶尔出现也不会来到街头 在天吾城 五大三粗的女子会更多 这里推行蛮无之道 力量越大 自然越有地位 莫无忌带着韩清儒进入西楼休息的时候 韩清儒的画像和美丽的传闻 已经传到了天吾城的工程之中 在天吾城 实力最强的就是巫主周商 同时也是天吾城的城主 周商作为天吾城的巫主 不但掌控天吾城将近二十万的巫士军 自身修为一达巫王巅峰 他正激动地抓着手中画像 目不转睛盯着画像中的女子 这女子实在是太漂亮了 哪怕是他天吾城的圣女 也绝对没有这画像中的女子美丽 他就差没有眼神把这画像给吃了 来人 将这女子带来 周商刚说出话了 一名身穿红衣的乌兵便急切地冲了进来 什么事情 周商面色一沉 这冲进来的乌兵 把他刚见绝世美女的心细给冲淡了一些 灰巫王 红灰山脉的蛮兽像风里一样 触动了至少数万的蛮兽冲向了天吾城 红衣乌兵可不敢有半分怠慢 赶紧禀报 几乎在红衣乌兵禀报的同时 数万蛮兽已然冲到了天吾城之外 当数万蛮兽冲到城墙边缘的时候 那恐怖的轰鸣之声 整座城都清晰可闻 周商面色一沉 抬手抓起身边一柄巨大狼牙棒 力声喝道 这头纯兽还真当我天吾城怕了他 领领全城乌兵全力守城 随时准备出击 这声音响彻宫殿 很快层层传了出去 使着一队队高头大马的乌兵冲上了城墙 激烈的战斗彻底拉开 在西楼内的墨无忌惊一力声 坐在他身边的韩清如问了一句 无忌 是不是那些蛮兽又攻城了 其实这是经常的 有时候几天攻击一次 不过每次攻城时间都不会很长 我在这里早已习惯了 墨无忌却摇了摇头 我感觉这次有些不同 书案满手疯狂的冲击城池 就像不把天吾城轰破 誓不罢休 倒是那天吾城城主 居然亲自战斗 这倒是有些意思 墨无忌之所以说有些意思 是因为他感觉 这天吾城城主的实力 几乎能够和和神修士媲美 唯一的区别在于 这家伙应该没有神念和元神 听墨无忌说起了天吾城城主 韩清如下意识打了个冷战 墨无忌抓住韩清如的手 怎么了清如 感受到墨无忌传递来的温度 韩清如这才安定下来 他缓和了一下自己的情绪说 那个城主叫周商 也是天吾城的屋主 是一个十足的恶魔 我刚来这里时 就是环露儿带着我 偷偷躲到那个地下室中 对了 那环露儿呢 墨无忌想起之前 韩清如提起过环露儿 只是因为后来别的事情 并没有继续说下去 韩清如眼圈一红 是我害了他 当时我可以用秘术 启动我的戒指 我拿出一些丹药 让他的容貌和肌肤 都变得好了一些 听到这儿 墨无忌已经有了些不好的预感 果然 韩清如继续说 可是环露儿的肌肤和容貌 有了变化后 刚刚露面 就被抓到屋主府 交给那个周商 后来我听说 周商没日没夜地折磨他 对他进行侮辱 最后将他活活凌辱致死 这还不算 那周商还认为 环露儿太弱 没有让他尽兴 居然将环露儿 定在了宫殿之外 墨无忌一拍面前的茶几 将那茶几排成碎片后 站起来说 你放心 我一定会为环露儿报仇 那周商 我也会将他定在天雾城外 至于那个屋主公 就当做环露儿的幕吧 韩清如擦了擦眼泪说 我听到这个消息后 惊怒交加 也只能利用 织皮毛的方式 自毁容貌 没想到 我才刚刚躲了两年时间 就被那个肥胖女人 发现了地下室 后面的事情 不用韩清如多说 莫无忌也明白了 那个胖女人 堵住了地下室之后 让韩清如为他卖命 直到自己过来 莫无忌忽然皱起眉头 惊一一声 随后他一把拉住韩清如 清如 我们也去城墙边看看 莫无忌此时的脸色 非常难看 那屋主拿着一柄狼牙棒 从城主殿中带兵出来 上了城楼 他自然是认得出来 可让他脸色难看的是 他看见了盘结 盘结是一身极其鹦鹉的盔甲 手中抓住了一柄 后背长刀 站在了屋主身侧 很明显 盘结是屋主的心腹人物 盘结勉强算是他的寄命弟子 如今居然跟在一个如此残暴的屋主身旁 莫无忌能舒服起来才是怪事 莫无忌带着韩清如出来的时候 城墙上的战斗已经打得激烈无比 大批的巫兵被杀 大量的蛮兽也被斩杀 城墙上血肉横飞 看起来非常惨烈 盘结的实力显然提升得比韩清如快得多 他手中长刀每次都能卷起一条血线 任何蛮兽在他的长刀之下只有手丝一图 在莫无忌看来 盘结的神缘修为应该已经相当于天神巅峰 而且莫无忌还能感受到盘结的炼体也到了神体中起 可见盘结乃是一个天生的炼体者 血战看起来很是惨烈 不过在莫无忌的眼里 这点战斗真的算不上什么 当年他在真兴的时候 面对的可都是以意为单位的战斗 大战足足持续了将近两个时辰 一头红毛蛮兽 这才发出一声嘶吼 那无数围攻城池的蛮兽紧接后退 转眼便消失在远处 激烈的战斗之后 天吾城终究被守住了 开样子 这些蛮兽短期内不会围攻天吾城了 见妖兽退走 韩清如下意识的松了一口气 莫无忌呵呵一笑 哼 应该说更大规模的妖兽很快就会冲过来了 刚才只是试堂而已 这样的战斗他见识的多了 这妖兽的攻击显然是带着目的的 应该是在试探 这城池如何才能被攻破 这样的试探一次规模比一次大 等到了最后 自然是一拥而上 彻底占领天吾城 蛮兽退走和之前一样 众多无兵冲出城门 毫无秩序的抢夺蛮兽尸体 无忌 我们去打听一下你的弟子吧 我知道一个打听人的地方 韩清如真是半课都不想多待了 莫无忌则叹息一声 不用打听了 他已经过来了 莫无忌和韩清如站的地方都非常靠近城墙 在这附近除了无兵之外 只有他们两个 韩清如 韩清如绝色无双 想不被人发现实在是太困难了 正如莫无忌所言 盘杰看见了莫无忌和韩清如 并且带着两名乌兵走了过来 莫无忌静静静地看着盘杰 并没有说什么 当盘杰走到近前之时 他立刻喊道 莫 无忌 这称呼一出来 莫无忌心中就是一阵叹息 他知道自己可以走了 虽然他没有看见盘武 不过盘杰在此 盘武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他的记名弟子和真传弟子也有几个人了 可和盘杰这样见面直呼其名的 还是头一个 美人 浑身是血的周商也走了过来 他的目光直勾勾盯着韩清如 像是恶狼看见了猎物 那种贪婪再也无法遮掩 韩清如下意识往莫无忌身后靠了靠 莫无忌没有动手 他只是在看着盘杰 他只是想知道盘杰会怎么做 父亲大人 这位叫做莫无忌 我认识他 可我也算是有些善缘 盘杰主动走到周商面前 哦 即使如此 那就让他去乌兵队里报到吧 这个女人我带走了 你放心 我用过之后 他会是你的 为盘氏传承新的血脉 周商是哈哈大笑 眼中的满意之色 越来越异于眼表 不朽凡人 本期播讲完毕 欢迎继续收听 由小编C和粘水校为您播讲的 不朽凡人 下一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